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林一婷 今天日期8月17号 农历7月14星期六 连续几天不稳定的天气 到了周末感觉会在明显一些 今天云量还是偏多 午后各地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 伴随雷击强阵风 尤其是中部以北还有山区 可能会下到大雨或是豪雨 今天清晨的时候 气象处已经先针对了苗栗 还有云林以南七个县市 来发布豪雨特报 橘色色快是在台南还有高雄 代表说这里的雨是会来到局部豪雨 也提醒这些地方的低洼地区 要慎防积淹水 那除了雨之外 还要留意的是强震风 在西南风的影响之下 蓝雨绿岛还有恒春半岛沿海的空旷地区 都比较容易会出现较强的震风 至于今天气温方面 各地高温是来到了32到34度之间 虽然说这几天温度都跟之前比起来 稍微没有这么高 不过在没有下雨的时候 通常感受上海是闷热的 所以记得仍然要多补充水分 还有另外一点要提醒的是花莲近海地震平传 就在刚刚又发生了一起6点19分的时候发生了一起瑞士规模4.7的地震 最大震度在花莲西林四级 最近有午后山区又容易下雨 土石是相对松软的 崩瘫落石风险高 如果不得已要行经山区路段 记得一定要非常小心 好其他话题 健康一点通 落枕相信很多人都有经验 可能是一觉醒来 或是突然一个动作不对 脖子就卡住 很难自由转动了 专家表示 落枕原因除了是肌肉僵硬 还有包含情绪或是季节的变化都会导致 如果说您常常有落枕问题的话 建议平时多做一些保健运动 可以降低发生次数 长时间工作打电脑 导致肩颈酸痛紧绷 60岁的黄女士有个长久的困扰 时不时落枕 比较累的时候工作忙或压力大 或是有一些情绪反应 比如说生气啊 郁闷啊 有可能 会比较密集发生 对会比较不舒服 或是你治疗后之后 还是会再痛起来 落枕是急性颈部肌肉扭伤 导致颈部活动受限 典型症状是颈部僵硬疼痛 脖子无法灵活运动 无论是侧转 前腹后仰都很困难 穿衣服是最明显的啦 对或是你要开车看后面没办法 对啊 或骑机车也会 就是它当你动不了 落枕主因和长期精神压力过大 关系密切 其他原因包括长期姿势和生活习惯不当 也和季节交替有关 如果是有肿脏的话是冰服 然后如果是会疼痛的话 那就是热服处理这样子啊 然后可以电脑止痛啊这样子 物理治疗师建议 远离绕疹 平时保健运动不可少 抬头请说收下巴的动作这样 然后就是不是低头是收下巴这样 然后还有第二个的话就是 可能拉伸我们特别的肌肉啊 就像我们的耳朵去贴到肩膀 然后用手做辅助这样子 动作轻柔 每一回合做十次 每次五到十秒的还有这个复健动作 转动的话呢 我们其实可以一手啊 放在后脑上 一手放在下巴 这样帮忙一起这样 一起做转动 落诊情况持续一到两周 疼痛会逐渐改善 超过三天没有好转 甚至疼痛加剧 可能是颈椎退化 或其他疾病的警讯 不能情互大意 大爱新闻 黄自立旺光辉料学信 云林报道 此季在台湾关怀角落 触及了监狱 看见更生人改过自新的故事 今天主角呢叫做萧维伦 过去是绑派分子 三十岁就入狱 服刑期间因为爸爸的一句话 让他决定要改过向善 和客人熟练的推销巴勒 他是萧维伦 以卖水果为生 但这里不是市集 而是矫正署的 笑话销售会 因为他的另一个身份 是来自花莲监狱的更生人 我以前的错话就叫做小狗 风狗 所以说我做事情 比较不会去计较后果 大哥讲说拼就是拼 进去怕被人家欺负 就是拼 因为我判无奇 我那时候心里想说 我关得出来吗 我关不出来 对不对 就是开始拼拼拼 一直打架一直打架 国中美毕业的萧维伦 出社会就跟着大哥闯荡 一路逞胸斗狠 直到三十岁那年入狱 在里面朋友的劝戒 以及对父母的思念 成为他转变的动力 他入肩之后 爸爸甚至讲了一句 让他觉得有点难过的一句话 说现在我们终于 可以天天看到你 所以可见那段时间 家人对他是多么多的 担心跟失望 我在里面想很多 我最大的信息 是我爸爸妈妈还在 因为我在里面 我在里面所看到的 就是父母亲走了 他人还在里面 没办法回去送 或者回去送的时候 要盯着脚了 戴着手套 可是我比较幸运 我爸妈还在 我在里面想很多了 我以前就 我以前没有常常陪着他们 可是我现在回来 他们还在 能够让我有时间 去陪着他们 对萧维伦来说 回归社会并不容易 从工地出工 货运司机 到现在找到菜市场摊位 卖水果 一路除了老婆的支持 也有一群人 随时在关怀着他 他出来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很适应环境 但是他渐渐的 知道说 行善行孝不能等于 因为那个时候 妈妈爸爸都还在 所以就是找到的 他的这一片天 就去卖水果 出来开始接触社区之后 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孩子 那因为他都会固定到 地检署来报到 然后一大早 他就是天都还没亮 他就到果菜市场去 批发水果 从疯狗浪子回头 今年的更生人活动 也是萧维伦 第一次受邀参加 周围的人都看见了 他的努力和改变 戴爱新闻 潘冠林林立一宜兰报导 人生的困境 在看到马来西亚极大 有一位圣友吴汉胜 刚得肾病的时候 因为没有办法工作 又得面对医疗经济庞大的压力 一度是让他产生了亲生念头 不过在治疗期间 他认识了慈绩人 陪伴过程慢慢的转念 也决定要走入人群来付出 原本是很内向寡言的他 只要穿上了慈绩制服 就像变身一样荣光焕发 慈绩吉打分会的道香律师级 人生鼎沸 这个摊位摆着一个个色彩缤纷 造型可爱的卡通吊饰 这么有童心的手工艺品 很难想象全是这位阿伯 吴汉胜做出来的 没有人说是这个座 让他们看起来 让他们看起来 要让他们看起来 做事件的调料 切包 心情是我看起来 我真是欢喜 56岁的吴汉胜 2010年得肾病前是建筑工人 但生病后就无法再靠这样挣钱 庞大的洗肾费用加上自己又没工作 生怕变成家人的负担 曾经有过轻生的念头 我在医院的时候 医生也跟我讲 讲要洗肾了 我就流眼泪 我自己想 中那个病 死在 死就好了 就在他满怀绝望之际 吉打慈绩洗肾中心 提供了免费的洗肾服务 让他宛如在汪洋中 抓住了得以生存的抚慕 我已经去洗肾 洗肾经济了 我来吃饭 来上个 理性的地方 在抚理师和志工们的鼓励下 吴汉胜 穿上慈绩制服 成为见习志工 不用洗肾的时间 他会帮忙打扫洗肾中心 参与访试 往昔的意气风发 仿佛又重回他的脸庞 只要有交通 他都愿意找 跟我们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活动 他都会为我们需要帮忙什么 他都很愿意来做 现在的武汉胜 沉默但不再封闭 走出病苦的他 人生重新有了目标 助人稳乐 大爱新闻 张伟奇 杜慧熙 林学群 王哲卫 马来西亚报导 慈绩非洲关怀团 前往莫山彼克 昨天下午 在莫凡比斯中学 跨海与花莲 近思金社连线 向远在台湾的慈绩家人 呈现这五年来 一带风灾之后的援助成果 此季在莫山彼克原建的四个大爱村 已经有五百九十一户交屋 欢迎上人来到梅图西拉 这是我们的职讯班 考虑长久的生计 像在梅图西拉大爱村 也开办职讯班 辅导居民在农忙之余 培养一技之长 有能力改变生活 每天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感动 不管是到哪一个大爱村 他们表示说如果没有上人 就没有现在 没有上人他们也会没有未来 除了建屋也盖校 此季原建的莫凡比斯中学 是莫山彼克最大的中学 照亮孩子们的未来 很感恩的当然也是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莫凡比斯中学 全国最大的学校 启用后照顾着将近九千位的学生 这五十八间教室 对我们来说是 非常非常大的帮助与价值 让这些孩子们可以很安稳的上学 我们很高兴把这个灾后的五安 安生 安心 安居 安学跟安生 这个五安都确实在这边落实 做到了把全球职绩人 上人的祝福带到 重要的是他们自己能够翻转人生 那其实真的是很感恩 我们十八位发愿来的志工 他们各自在不同的社区 不同的功能点 落地生根发芽 以后要长成大树 才能够帮助我们自己的乡亲 去年种的蜡木树 已经长得这么高了 梅库西大爱农场 种植的蔬菜 长期用来照顾当地贫苦民众 同时也开始育苗 栽种多样化的植物 梅库西大爱农场 会带动的方法 也是很用心的付出 要记得计划心也立愿 总是一念正方向正要步步落实 从黄土泥沙的帐篷屋 到绿意盎然的大爱村 爱心浇灌过的土地 翻转未来充满希望 大爱新闻 许斐丽 许永树 李文杰 邓明仪 台湾 莫三比克 综合报导 天灾引发紧急灾害 7月底的时候 美国加州发生了 今年最大野火事件 北加州公园灵火 大火至少造成了636栋的建筑物全会 当地慈激志工迅速展开灾民救助申请 8月上旬的时候 举办了限制卡发放 帮助超过60户家庭 截后余生 民众带着慌乱的心 涌进社区协助协会 领取物资之外 很多人是来领限制卡 当前最急迫的问题 就是钱 肯尼斯跟席维亚 2018年的坎普野火 他们的家就已经被大火摧毁过一次 也是纳什跟慈激第一次接触 印象深刻的是 他收到一个小小的竹筒 竹筒跟着他的家复之一句 肯尼斯从这片通红向外逃跑才保住一命 布兰蒂现在住在小拖车上 住的问题随暂时有解 但生病夫妻需要一台氧气机 口袋里没钱的他 靠限制卡才解决了胆体 我们肯定要再建设 但我们没有保险 父母是在水平 所以我们要保持电池 所以我们要保持电池 今天转发电池 24小时是非常贵的 所以我心里的阴影 却不是短时间能够磨灭 带新闻真善美之工 廖琼玉 张金宝 美国报导 天灾对人类的威胁 透过今天历史 今天单元也能够看到 一起回顾8月17号这一天 1998年南美洲国家秘� 遭受连续暴雨侵袭 300多人丧生 将近7万户家庭受灾 此季是启动了跨国 看灾行动前往重灾区 而国内则是在2001年的时候 花莲遭受连续暴雨侵袭 300多人丧生 将近7万户家庭受灾 此季是启动了跨国看灾行动 前往重灾区 而国内则是在2001年的时候 花莲遭到了桃枝台风肆虐 万荣乡建勤村有12户遭到掩埋 此季原建大I屋启用 居民欢喜入住 安身黎明 2001年8月17号 花莲建勤村大I屋启用 7月下旬 花莲遭受逃至台风肆虐 万荣乡建勤村有12户住家遭掩埋 我那个土石流好快 没有一分钟 全部砰 就吓一跳 还好我也是跑得很快 此季原建大I屋 由村民提供土地 置供动员搭建 从8月上旬动工 在短短12天内 1470多人次投入 合力完成12户大I屋 本日受灾居民欢喜入住 实际做得好漂亮 我们都很喜欢 今天有没有特别高兴 很高兴 很高兴能搬到这么好的环境来 居民在大I屋展开新生活 妇女学习泰雅族编织 靠一技之长兼顾家庭开销 之后村民陆续迁居到国宅 建勤大I村在2003年拆除 组合屋建材回收再利用 新建花莲环保站延续物命 1998年8月17号 壁炉水患池源 1997年底到1998年初 一项少雨的南美洲壁鲁 因为摄影现象遭受连续暴雨侵袭 造成300多人丧生 将近7万户家庭受灾 此际启动勘灾行动 台湾 美国 阿根廷 以及巴拉圭等地志工 动员集合前往重灾区 了解灾民所需 那现在他们有没有什么打算 有没有做接下 本日展开议诊与发放 发放维持一星期 帮助至少2000户受灾家庭 另外志工也提供建材和工具 协助152户受灾户 由居民为自己盖新家 土专与他们自己来负责 盖的时候也他们自己 出他们的任力 就是说这个受灾户 就是这个我们给他这个受灾户 他自己本身也要投入 历经三个月新家完工 当地政府同步为住户 架设水电管线 各界爱心汇聚 在壁如水患写下温馨一页 1986年8月17号 花莲金丝堂动土 花莲慈基院企业 同日花莲金丝堂 举行撒进仪式及动土典礼 由时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 悟民法师 福岩佛学院院长 真华长老 松山寺住持 林根法师 主持动土 上万人到场观礼 建造一个精神的是会命长存的 一个精神历史的堡垒 那就是禁师堂 禁师就是表示智慧的意思 人生就是缺乏了禁师 人类真的很需要禁师 金丝堂总建坪9850坪 共13层楼 以花莲大理石打造的 灰白色调建筑 特有的三层人字形屋顶结构 代表佛 法僧 三宝具足 庄严树木 使用36000片日式铜网 房台 耐震性家 仿堂式的高耸屋檐 有飞天的异象 飞檐金雕细琢362尊 飞天浮雕 展现佛教艺术 跨国的交友合作 再来看到是此机大专青年 全球人文教育交流团 从台湾出发到了菲律宾 与菲律宾此期 还有助学生交流 而他们这一次还跑到了丛林 来举办一场 别开生命的植树活动 并且发挥创意 把这场活动的名称取为343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起来从新闻中解密 放下手机穿过蜿蜒的菲律宾自然保护区 台飞青年大合体 组成这支62人大队 今天的目标是 只种下520棵树 脑筋急转弯 临时取得口号 想不到这么响亮 踩在松软的泥土 闻着树的芬芳边种树 城市来的他们 就像走进大观园 顿时眼界打开 台湾的子青说 从小就参加过植树活动 但这种沉浸式种树 不只是头一周 相信往后也不太会有机会遇到 这一次的话是打山射水过来 就是在路上看到蛇 然后一堆虫 什么的 就是跟国小的那一次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 很感动 然后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大家眉开眼笑的背后 其实是沉重的环境议题 无情的极端气候 让作为地球之费的森林 越来越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 在冲出的地方 要避免任何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希望能复杂的 除去夕杂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希望能复杂的 我们希望能复杂的 那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也会有很多 大阻菲 所以在畅长的 伤害 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在多种情况下 更多的 伤害 和更多的 相产 的 有了回憶也可以不帶走一片雲彩 活動會結束 人會離開 但親手種下的小樹苗 已經扎根在菲律賓成為大自然的綠色養分 大愛新聞 珍善美之公 菲律賓報導 國際消息 保護動物不遺餘力 今天關鍵字 刺蝟過馬路 地點要看到英國 刺蝟是一種相當受歡迎的哺乳類動物 過去還曾經被用在兒童道路安全的宣導片當中 而如今他們自己卻因為交通事故 也面臨了生存危機 倫敦金士頓就率先全國推出了刺蝟路表 刺蝟這裡驚人速度減少 主要原因除了棲地喪失 被自動割草機傷害等等之外 英國每年有多達15萬隻刺蝟死於交通事故 為了保護刺蝟 英國第一座官方刺蝟路標 在倫敦的金士頓街道上正式安裝 三角形的警告標誌印有刺蝟圖示 下方文字寫著刺蝟通行 就是希望能提醒用路人多加留意 先前有專家表示到了2050年 英國城市的車流量將增加50% 刺蝟的處境勢必加倍受到威脅 目前金士頓已經安裝四座刺蝟路標 保護當地至少100隻刺蝟繁衍生息 大愛新聞張力編譯 接著關心天氣數據 北部多雲午後短暫雷震雨 氣溫26到34度 降雨機率30%到40% 中部地區 氣溫26到33度 降雨機率30%到60% 南部地區 氣溫25到32度 降雨機率60%到70% 東半部 氣溫26到33度 降雨機率30%到70% 離島 氣溫26到33度 降雨機率30%到4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愛早安新聞 感謝您的加入 我是林怡婷 我們明天見